我童年基本上都是在動畫、卡通、畫畫當中度過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影響我就是到現在還蠻多的 就是可以天馬行鋒去講故事的一個很好的一種傳達方式 說真的一開始我們就是覺得好玩 所以就是抱著這個心態然後就開始了 以MISCO這個團隊去擴展我們的冒險 好玩這件事情還是我們認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跟團隊的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一個工作和一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是最好玩的 我覺得MISCO是一個沒有辦法被親密定義的一間公司一個團體 其實我們本身在核心上面我們會希望MISCO是一間可以具有包容度的公司 它可以包容各式的創意然後它可以包容各式的風格各式的設計各式的題材 不管我們今天做的類型是什麼 但我們都可以去從這些作品上去感受到MISCO的靈魂在裡面 我們最近有做那個KK Company的一支品牌形象的動畫 那這支動畫其實很有趣的是它是有點rebrand的概念在 所以我們在裡面去創造了一個這個世界是非常的具有創意 然後在裡面的人每個人可以是表演者 然後他也可以是參與者 然後在裡面他們可以各自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跟天地 這個案子合作其實很有趣 比如說我們在裡面我們運用了2D的風格 但是在裡面我們也加大了一些3D的方式去讓2D可以更有空間感 然後更有透視 然後它在運鏡上面的話還可以更靈活 因為我們的公司其實分為平面2D跟3D組 所以在電腦的硬體的需求上其實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台Z8 G4 跳脫於我們以往對於工作站或是伺服器的想像 最高支援雙CPU多達56個核心 Intel 1A處理器以及Intel R10 DC記憶體 在處理大量且複雜的檔案時 將生產力提升至極致 大幅降低作業等待時間 我們蠻推薦從個人創作到一般小型工作室 它其實是蠻適合使用的 HPZ8 G4 Zeta 其實它後面的延展性蠻高的 它裡面含有7個 PCIe 的擴充槽 我們在使用螢幕上 因為過往我們公司習慣都是雙螢幕 我們在觀看的時候 其實都還是會有一個中間會有一條線的狀態 所以這一次第一次收到曲面螢幕的時候 它的寬幅長達快到90公分 其實讓我們在製作的時候可以減少很多轉頭的時間 然後再加上因為這一台出廠的時候有原廠的校正顏色 因為我們的作品其實涵蓋的種類其實蠻多媒材的 所以在顏色上的廣泛程度其實蠻高的 所以這一台曲面螢幕其實對我們製作上有很大的幫助 比如說像我們去年製作金曲三二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舞台尺寸其實是比較偏長型的 4K加上21比9的橫幅的螢幕 其實讓我們在製作上面可以一次包覽所有的製作細節 然後可以讓我們在高解析度上面 可以看到更多我們上面製作的小彩蛋 我們一開始只是想讓畫的插畫動起來 然後到現在我們希望可以有表達更多的創意的方式 希望除了在本質動畫上的製作之外 能夠跨足更多不同的領域 因為我們還可以到達更遠的地方 很有趣的